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收看 《四哥带你四为我》的节目 今天除了我四哥之外 我还有一位新主持 Emily 你好 Emily 你好 谢谢四哥 大家好 我是Emily 四哥 我知道你经常到处玩 不知道今集有什么好介绍 今集有很多好介绍的东西 首先我介绍我一位重量的嘉宾 上一集他们跟我介绍了 有些漂亮的食材 海味 有很多很值得介绍知识的东西 给大家的 这位嘉宾就是莫先生 莫景鹤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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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旁边这位就是清原食家 他喜欢讲饮讲食 到处吃东西 叫做阿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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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两位 欢迎你两位 今天我们介绍一样 在香港都很盛行的美食 这间他们是越兴圆的 越南菜的美食 越南菜在香港就比较盛行一点 但现在来说 很多年轻人都很喜欢吃越南菜 越南菜式又是一间在旺角很特别的 装修很特别的 我想问一问 莫先生 你为什么在这个越南菜式里面 搞得这么出色呢 亦知道你们的越南菜 在以往搞了二三十年了 在香港 是的 其实由家族那个年代开始 由爸爸那代开始一直开始做 最主要 经过很多一个十年又一个十年 今年是三十六年了 其实是三十六年了 对 其实在香港来说 三十六年都已经算长了 你是继承你父亲一起回来的吗 可以这样说 一方面是兴趣 另一方面就是 希望不要失去这个传统 你也有想过 将来自己有个子女 都照样是传给他们 希望可以继续练续 阿尼奥 我都知道你曾经也搞过日本菜 是的 那为什么做了日本菜 都是再忠诚越南菜呢 始终都是个根 可能是做越南菜 就是 因为当初我去学日本菜去做的时间 都是觉得变化很大 或者是那个吸引力 都很多色彩或者拜托 都是 就是香港 尤其是我们年轻人 很喜欢吃这些东西 包括阿四哥也是 是的 但是我们做了 之后始终 传统思想问题 都是想做越南菜 越南菜 现在很多年轻人 年轻人都喜欢吃的 身边阿健 他对于这些菜式 和其他菜式 特别有研究 有些喜欢 港有港吃 到处吃下东西 阿健 我想问一下 吃这个越南菜 你觉得和其他菜式有什么分别 越南菜 越南菜 健康很多 是吗 小油很多 是吗 我最喜欢吃牛肉 是的 牛肉 牛肉 你们通常用一种 生牛肉粉 是 比较象征一点的菜式 在越南 是 阿健有没有吃过生牛肉粉 真的 每个星期都吃 是的 这么厉害 味道 有些难 有些中菜 在竹店里面 都是煮熟一些牛肉 但他用生牛肉粉 味道 怎样能够处理 我想都比较难 控制熟 与不熟 几成熟 才能够更好吃 这件事 我想请教一下专家 阿牧生 有什么情况之下 做得更加好 一碗面子来拍大家吃 其实如果一碗 鲜牛肉粉 我们有一些 另外一个说法 叫做越南粉 火尖头 的说法 我们都比较由汤 开始去说 汤有分南粤 北粤 以欧洲和美加 或者澳洲 以北粤的口味为主 以一些牛骨 和青的萝卜 即一些萝卜 或者青萝卜 去调制 很简单 加一点冰糖 清甜 为主 但是南粤 因为华侨比较多 对食物方面 要求高一点 如果在南粤 其实在香港市面上 也不是那么多 有得吃 不过我那间叫托拉 有得吃 当年我爸爸 就拿着两袋 银子 因为很有趣 银子费值很低 拿着两袋银子 就是很追着喝 四哥也试过 对 喝完一直想继续去喝 所以汤是最重要的 其次就是 牛肉 刚才四哥你提及的 生熟度 其实每个客人的要求都不同 例如有些就喜欢生上 因为汤够热 所以下去的时候 就可以控制到有多熟 有些就怕生 可能是冬高一点 你看到牛肉 通常放高一点 下面的比较熟一点 有些可以吃到一个半生熟的效果 也可以 上面还有很多配菜 放进去 我看到那些是洋葱 对 洋葱 洋葱是其中一个 刺激到牛肉和汤的配合 虽然简单 但是味道很好 尤其是生洋葱 我看到一种叶 有刺型的叶 很多时候放三两片 在生洋葱里面 很香口 好像香口的味道 其实是什么叶 其实那些叫香花菜 香花菜 在越南来说 吃牛粉差不多叫做别秘 为什么呢 因为香花菜可以清热 因为越南除了喝啤酒之外 没有凉茶 和隔壁基本上没有什么分别 又喜欢吃牛肉 像阿健那样 喜欢吃牛肉 这些都有一个清热和中和的效果 我看到你们用的配菜和材料 尤其是这些香茅 很多人用干香茅 但我看到你画面 是用新鲜的香茅 但内货价格很贵 和运送的情况 是否要飞机送来才行呢 其实一般来说香茅 如果是新鲜的话 都是飞机到 保持新鲜的品质 其实都很重要 虽然物价有一不断通胀 但保持食品的质素也是最重要的 对 有时觉得泰国菜和越南菜 有点混淆 有时吃上的汤粉 有时很辣 Emily, 你怕不怕辣? 我最喜欢辣 最喜欢辣 对 所以泰国有些食物 辣味其实还可以 我也非常喜欢 但是越南菜 其实专家阿莫先生 其实越南菜的越南粉 其实是否很辣 其实一点也不辣 越南菜大部分的食材都是热甜 因为它是鱼露 或者是糖 这些都是酸酸甜甜为主 但是当然越南人是很喜欢吃辣 但是他们辣多数是用一些 紫天椒 还有青檸 还有一些胡椒盐 外来添加加上去吃 对, 莫先生 那天我们去到园场 我最喜欢吃的什么呢? 它叫做鱷鱼羹 鱷鱷鱼羹 鱷鱷鱼羹很满, 好味道的 Emily, 明天和你一起试一下 这个就是 哇 就是和我们那些 蛇鱼羹 蛇鱼 对 做法大致上都差不多 最大的出入就是 其实没有蛇肉 转了做鱷肉 因为其实越南也很喜欢吃 因为他们对滋补的食品 很莫名其妙 他们是没有说眼中要吃什么去滋补的 就算你见越南燕窩 经贵都很燕窩 其实他不是很好吃 他是燕窩 但是对鱷鱼肉呢 怎样去配制 和去做 都很有要求 可能我们很多 华人的方法 流传了入去越南 所以其中一个做鱷鱼肉的做法 他们就以一个鱷鱼羹的形式去做 他在泰国也有一食 即是类似这种口味 而且我见到他 我觉得有些像我们平时有些鱷鱼 都是一碗仔 然后里面有些鱷鱼肉 有些木耳 有些肉 那些配料 你应该经过精心细选 看见你 但食器上来就不会很黏 但是食器上来跟蛇羹有点分别 如果你用这个鱷鱼肉 食器上来也有点黏性 是不是胶质特别多一点 可以这么说 蛋白质是一定丰富一点 还有叫做保而不躁 因为你蛇肉吃完 始终人都会很热 尤其是夏天是绝对不适合吃蛇肉 对 因为人们通常都虚不受保 而且它本身太厉害了 人们的体质虚不受不起 受不了 一乘可能会重复 反而是鱷鱼肉会中和一点 很多人都会受得起 还有简性 鱷鱼肉属于简性 也是叫做减低人体酸性的物质 亦相对有防癌的作用 阿健 你以前很多时候喜欢吃春卷 中国茶楼也是春卷 但是越南菜也有春卷 真的 你喜欢哪一种更多? 越南春卷好吃 是吗? 我会跟越南春卷 你那天就刚刚的时间 赶不及来 我们试过越南春卷 这些是 阿牧先生 越南春卷 为什么有这么多生菜 在旁边 其实越南春卷 越南人就很有趣 他们吃东西 很喜欢一个中和的食法 例如炸的东西始终都是热气 配合生菜 卷在一起吃 变成效果就会好很多 里面有粉丝、木耳、猪肉碎 一些护角丝 红色这碗是什么? 红色这碗是鱼露 大部分的越南菜 这个食品一定有 是的 阿健常说鱼露 鱼露特别好吃 一定要加一些鱼露 他教我吃 可能会生菜 你看 四哥的手势多职业 是的 饱了 我觉得泰国有很多食品 都一定是生菜做底 好像有些生菜包肉 舒服一点 对 好像吃牛肉 有没有喜欢 放上牛肉包着吃 嗯 但是越南菜这个食法 可以中和 例如炸了一些东西 用生菜包肉吃 就没那么热气 是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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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中国的春卷 酒楼式的春卷 通常比较脆一点 但是它这个食法又不同 它是用生菜包包着吃 特别好味道一点 是的 因为我觉得很新鲜 是的 因为食材来说 用这些皮 用来炸 但是那些春卷皮 和我种酒楼食的春卷皮不同 其实这些春卷皮 是用什么皮 来用来做的呢? 其实越南很多的卷类食品 我们叫奔赃奔公 就是那些 例如春卷 或者手卷 都会用一些米籽去包住 哦 就是那些叫米籽卷 它用那个米籽 第一没有那么吸油 就是我们 例如我们喜欢吃炸东西的朋友 喜欢吃脆香 但是不喜欢那么多油 可能要找一些籽去吸油 又很随随 等它冷一点 没有那么热气 但是米籽就刚刚欠到好处了 米籽卷着的肉食去炸的话 它的效果就算炸和不炸也好 它也很香 因为它是一些米籽去造成的 哦 我都想吃了 这一截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稍后回来 我再请莫先生 大县也有很多好吃的越南美食 好啊 好啊 正在那里 大县也有很多 就是我们2011全港施儿大赛的口号 我很希望你会来参加 2011全港施儿大赛 临床市年大施展演 快点登入Facebook HKMC2011 给个like 比多些like 而我們的口號是 臨場試練大師展現 臨場試練大師展現 日定你了 那你又知不知怎選 甚麼化妝品最適合你 怎樣簽體才最健康 我們找專家跟你分享美容心得 跟你深入解構 盡在美的方程式 回到家就當然想有個安樂窩了 我們會用不同的角度 為你打造一個捨義空間 令你夢想成真 還會帶你一家大小 由室內玩到室外 增盡親子感情 樂也融融 我們的家 盡在家庭樂園居 十月懷胎 你準備好做媽媽了嗎 BB出生後 她學行 她牙牙學語 怎樣才可以好好教育BB呢 到她長大後 怎樣才有良好的溝通 做一個好媽媽 盡情投入屬於親子的天地 媽保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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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不同的小食 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好介紹呢 當然有 還有一件北月精粉卷很好吃的 北月精粉餅 有聽過 不過我真的沒有試過 阿傑你呢 我去過很多越南菜 都吃過這個粉餅 那你這個有甚麼特別呢 老師 其實這個北月精粉卷都是 其實剛才介紹的幾個食品都是南月的食品 這個是特別是北月的食品 這個北月的食品其實是 除了我們比較市面上多吃的米枝卷 這個是用米漿蒸了表皮 然後再配合一些馬蹄 炸肉 你看到桃子有些蔥油、炸蒜 既香口又甜 但是又不會熱氣 因為有時候又不會說炸 炸又會比較油膩 那只是用米籽 用去捲的肉可能就太清淡了 那這個就剛剛合到好處了 嗯 在其他地方吃不到這個 這個好吃的 這個比較少 這些裡面其實還有一些蒸的氣味 你煎出來吃起來特別好吃 那你有時候還很喜歡 很考功夫 要用一種的調味料一起吃 其實裡面的餡料有甚麼 裡面的餡料剛才提過 有馬蹄、木耳、雲耳、紮肉 還有沙割 所以其實這些都是會令到 吃的甜味比較顯著一點 配合於紮肉 但變相沒有那麼肥膩 而且通常這些 最下功夫永遠都是皮 對 因為真正看到一些廚師的廚師 其實是看皮擦得有多薄 薄得來又很硬 這個是完全不敏的 這個純屬是軟熟的皮 因為這個米漿蒸出來 就像我們平時 剛才說的粉皮 即是我們那些雞絲粉皮 但是它是很薄 很軟熟 很硬硬 一咬就會溶 會說整塊皮的效果 但是它的特色 擺出來 特別吸引很多年輕人 以前有些酒樓 好像牛肉粉卷 雞肉粉卷 但是這個擺出來 特別吃起來 會香味居存 還有一樣東西 那天我還吃過 黃先生 你拿去熬的鱷魚掌湯 很好味道的 鱷魚掌這麼大隻 是否要熬很久的時間呢 其實鱷魚掌要熬的時間 就不是那麼久 因為如果熬湯來計 一般來說 都是四個小時左右 四個小時左右 鱷魚掌這麼大隻 要不要切碎了 還是減一件才可以蒸 或者可以熬呢 如果視覺效果來說 就是圓隻 但是其實砍砍碎 分別不是太大 嗯 這就是 這個在夾一些腳趾 看起來 其實跟我們吃過 田雞的感覺 夾出來可能你會覺得 是不像田雞 因為它剛剛脫出 剛剛只有那一節位 可以看一看 裡面還有什麼呢 真的很大 有很多東西 對 待會會整隻砌出來 這隻是 腳趾 這個夾起了那個 鱷脊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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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條脊 你看起來很細塊 剛才手力起 但是發出來就很大塊 嗯 但是通常這些是 剪成一塊白塊 是剪開一件件 這樣 然後再點鹵肉 吃就很好吃 這些鱷魚肉 其實平時的鱷魚肉煲湯 可能會很粗 很硬身 但是這隻也偏軟熟 嗯 其實那些鱷魚脊膠 剛才說 整塊都不融 但是以前 我們煲湯的時候 一煲起來 整塊鱷魚脊膠 或者其他什麼 花膠 全部融掉 都不見了 其實分別 分別 真假是怎樣的 其實它 和花膠是兩種食品 如果你說鱷魚膠 它本身 因為那個 可能提供的骨膠原很豐富 所以煲不會很短時間 就會煲湯 因為魚和鱷魚 你的生長環境 和力度都不同 我剛才也提及過 鱷魚的力度 是比其他動物更大 變成骨膠原 是可以煲很久 都不會用 正常其他 可能魚撲 或者花膠的地方 可能很容易煲 就會用 但是這些要相當的時間 才能煲到 有鱷魚掌 還有鱷魚骨 鱷魚骨裡面 對於什麼人 年紀大 或者年輕 有什麼作用 吃得上來 整體來說 都是改善體質 當然 年輕人也好 年紀大也好 都有體質邊渣 如果偏差的話 對它的修補功效 就會顯著一點 我見有些老人家 經常說 鱷魚肉 對於烤喘 和身體 骨膠原 補充比較好一點 其實有沒有實際功效 其實修補骨膠原 我想很多不同類型的商品都有 可能有些是植物 有些是動物 當然動物的 就比較適合我們人體去吸收 最重要是 其實都會好看 體質缺乏了什麼 配合適當的藥材 效果就會特別顯著 現在這些鱷魚掌 你說煲會不會把維生素 維他命 煲得流失了 還是燉好一點 多多呢 當然燉就會一定是喘氣一點 這個是必然的 但煲的話都可以 就是因為那個天氣問題 還有你說需要那個吸收 你說燉通常就滋暴 因為燉湯其實是不能喝太密的 就是你保持人體可能會有病 我可能要先清底 就像我們男生一樣定期要喝去濕茶感冒茶 24味清了底才去吃 這個道理是一樣 剛才整個煲很大的 裡面還有很多東西 這些是什麼來的 一條條 這些是藥材 巴基 是什麼藥材 巴基 哦 原淡淡淡的 是補一些腰骨 這個是栗子肝 栗子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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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補肝肝 補肝 是補肝肝 是補肝肝 這個配搭的藥材 真的很好 是 它加上豬尾骨 可以清掉尿酸 也加上豬尾骨 這塊呢 橙色那塊果皮 還有什麼藥材 或者什麼 基本上是不能夾 因為裡面還有一些合肚 還有一些筆棋 這個湯是補氣 鮮甜 可以修補一下平時 我們的腰骨 腳骨 流失了的膠質 膠原 對皮膚 甚至是L氨基酸 是刺激我們人體 缺乏一些對健康 去新陳代謝的酵素都有的 對於日見年輕人 吃這些筆膠原氨基酸 會不會對於身體會強壯一些 有些抵抗力是這樣的 男生需要按基酸 比較偏偏 因為我們勞動會比較多 對於我們恢復體力也會有幫助 那天我喝這鍋湯的時候 喝起來的味道 一打開來 那股味道真的非常好 一喝起來的時候 那股口感 有些骨膠原 那股膠味 不是膠味 那股膠味 那股膠味 那股是黏性 喝起來的時候 當然翌晚會特別好 睡點多 是的 所以這些鱷魚掌 鱷魚隻骨 配合某種藥材 對身體特別好一點 越南菜這件事真是頂瓜瓜 越南人所以很喜歡吃鱷魚的食物 那些鱷魚 剛才你說的鱷魚吃的東西 又說是吃肉類 有時到十幾個月後 就要吃別種的配料給牠吃 那這些會不會對鱷魚生長的過程中 會對人的人體有影響呢 其實鱷魚是一個比較容易吸收的食材 那有幾樣東西都是挺適合我們人體的 第一就是因為牠是簡淨的食品來的 對防癌是有幫助 那第二就是牠的蛋白質是豐富 對於我們人去組織我們的體質 都是有顯著的幫助 那第三就是曬乾了的個別部位 例如曬乾了鱷魚尾 鱷魚隻 那這些補中骨膠原味的加上藥材 也是很有顯著的效果 所以就形成… 現在越來越多人吃這種食品 譬如說普遍了 尤其中醫也很多都會建議 他們用這個做素材 對, 一定要做主持 一定要去吃一些 經常說話, 做主持 一定要去補充一下 發聲 補充一下 其實也算是食獵的一種 對, 可以這麼說 還有一件事不能夠不看 就是原來這個店鋪 跟其他裝修是不同的 裡面有個裝飾 所以特別是很有物詩的 大家看看 是, 真正 這裡是牆壁 裡面後面還有一個佛像 為甚麼有這樣的構思 木先生 其實大部分傳統的越南餐 都會以黃色、綠色 或者一些木、一些竹為主 其實我們經常都會回去越南 作出一些採購 去到當地 你會見到其實 由於可能是法國統治過 它有很多是法式的裝修 的元素加了下去 而越南 大部分的人都是拜佛的 但它就不是拜泰國佛 都是拜我們中國人的佛 所以你看到剛才那些裝修 都會有一些中式的佛像 Corsofa 還有一些石壁 一些燈光 但其實你看到紫下的櫃 可能有一些花紋 這是另外一個 平時我們香港人 看不到越南的一面 這個花紋 其實在河邊 很難找到 這些是從哪裏拿的 這些櫃回來的 這些大部分都是越南 這些是很法式 但又有一些越南元素的東西 那些是越南燈籠 剛才看到的 那些燈 這些燈有白色有紅色 但又有黃色 但對起整間的對稱很漂亮 這些是越南的角花 蓮花 越南的角花是蓮花 茶用蓮花茶 它的圖案 你看到有些古典的味道 這些是石來的 這兩塊是 石來的? 這兩塊是石來的 不過上個石 後面還有一幅畫 後面那幅畫 其實是甚麼公仔 其實是… 後面那幅畫 很多人都誤會的公仔 其實是越南的字畫 這是一個越南字 大家猜猜這是甚麼字 甚麼字 你猜猜 這是一個心字 心嗎? 對 即是心情的心 心臟的心,心情的心 對 是 這是心的 但是這樣看 好像很多筆畫 是不… 因為心通常是兩三話 其實好像我們中國人 寫無法字 可能這些筆畫都會多了變化 中間好像有些英文 寫上來 那些都是粵文 是嗎? 那些都是粵文 去解釋是誰 寫那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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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看你現場的佈局 還有環境的裝修 還有燈飾擺設 還有桌椅 都有一些不同人的 進去坐在那裡很舒適 那些好像賓赤如歸回家 一邊慢慢在那裡 慢慢品嘗一些美食 燈也很難得 有紅色有黃色 那這些燈 是不是真的全部 傢伙角方面 都在那邊 那邊特意挑選回來的呢? 大部分都是 你燈籠那些 其實真的找不到 或者你說一些 字畫 一定是越南 或者你看到那些畫 或者莲花圖案的東西 甚至一些櫃 是你見不到的 花紋的pattern 都是在越南多 真是 你進去看 原廠環境裝修 真是獲生這些 那些石頭就百分百 不是越南多 有很多工夫 一絲不苟 在其他餐館 能夠好笑 能夠找到這些裝飾 所以進去吃東西 色香味之外 還可以欣賞一下佛像 欣賞一下裝修 好了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很感謝莫先生 上來和我們訪問 謝謝莫先生 謝謝 謝謝清明的食 謝謝 謝謝 謝謝